我叫夏阳 这是我的女朋友王杰 我们两个人恋爱已经有三年多了 然后从16年开始 我们两个人就打算结婚 但是因为房子小 然后装修又旧 再加上人又多 所以他爸爸 一直不同意我们两人结婚 这是我们爸妈第五次见面 每次他们看上去都格外热浪 然而这就是看上去 爸妈为了解决我们的婚事 果不其然 又使出了老三招 第一招热情加菜 第二招疯狂敬酒 第三招单刀直入 我们今天来个喜庆乐的 小孩的混识办了 这个订下来办了 看来这次又无疾而终了 今年我其实特别希望把它给取回家 希望美好生活家能帮帮我们 给我们一个温馨甜蜜的婚房 是小夏吗 白克力老师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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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夏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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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女朋友现在 女朋友好可爱 谢谢 女朋友让我想到了小时候看的一个动漫 叫阿拉勒 这次设计师我们选得非常考究 我们选了一对小夫妻 家宝和小春 那咱们就进屋看看吧 好好好 请请请请 好 我先拉 一楼是吗 请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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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我们家的客厅 这么这么小吧 对 整个房间多大 大概43平 实际使用面积可能会更小一些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有一个床 这个是干嘛的 啊 这是我的床 啊 客厅住人啊 对啊 没办法 你 你这外面就是窗户 如果是夏天的话 你这帘是拉还是不拉 呃 拉很尴尬 光线就不好 不拉的话 只要有人走过 他们都会和你们来看看我们 过来看看 哎 这是在睡觉呢还是在干嘛 对吧 对啊 相当不方便啊 对 我们来设想一下 如果他们的新婚房间真的在这儿 就住在夏阳的床上 真的是一件好恐怖的事情 窗户里面的一举一动 其实都能听到 连基本的隐私生活 都没法保证的时候 你其实没法去谈论幸福 这是床头吗 不 这是我们家就是来客人的时候 吃饭的一个桌面 哦 这是个圆桌啊 圆桌面 有时候家里会有客人 那我们干脆就把周围的东西 全部都搬走 这里一群人在这儿吃饭 一进到他们家的客厅 我就非常震惊 因为这么小的客厅 他既要吃饭又要睡觉 还要会客 功能性非常杂乱 太不方便了 如果以后当婚房 即便是不是婚房 其实也是很有问题的 从夫妻角度来讲 根本没有隐私性可言 这不是一套婚房 又小又破又简陋 我也是一个妈妈 肯定是希望孩子以后 会有一个好的生活环境 我相信天下所有的父母 都是这样想的 当你们做过结婚打算的时候 有没有讨论过这个房子 其实一开始不太敢讨论 就先谈感情嘛 那家里边人呢 家里面 我爸爸会觉得说 他们现在我们准备结婚的 那个房子实在是太小了 同时又很破 我怎么会同意呢 把那个婚房放在客厅里面 那个客厅又小又破 女儿住在里面 一点隐私都没有 我肯定是不会同意的 您领这了吗现在 还没 没有 就因为装修迟迟的推进不了 所以现在就卡着了 我发现你们这东西还挺有意思的 对 我们两个自己也得琢磨 琢磨研究一下 这样装修不后悔 不让包工头忽悠 家的模样 住宅设计解剖书 还有笔记 有笔记 对 对 我们想自己多设计设计 能本身想节省这方面的费用吗 我和汪杰攒了八万块钱 然后我们带这钱去了家博会 但是家博会的装修公司 没有一家人愿意给我们装修 所以我们就在想 要不干脆我们就自己装修吧 我就和汪杰买了不少关于装修方面的书 然后我们越研究 越发现 这个八万块钱能做到事情 真的太少了 所以现在这个屋子是你和谁在住 这个屋子是我和我外婆 里面的屋子是外婆的是吧 对 平常外婆看电视的声音都是这么响吗 是啊 外婆因为耳朵不太好 那咱们去外婆的房间看看吧 好 请 请 请 这边 外婆 外婆 来休息一下好不好 好 来 外婆我先把你电视关了 太吵了 老人的耳朵不太好 我们注意到他看电视的时候声音非常大 夏洋如果工作的时候 如果一直被这样的电视打扰 他可能也会分心 哎我发现你们家这个灯一号也挺多的 对 因为 说句实话我们房间其实挺暗的 嗯 你们家这个房间多少盏灯呢 其实有七盏 什么这有七盏灯 每逢雨天嘛 家里的灾光是非常非常糟糕 今天外面就是下雨了 对 我们把整个屋子的灯全部关掉 全部关掉 哇 哇 这个房间睡觉倒是挺好的 不用动窗帘 它还是潮南的房间 但是阳光根本没法透进来 它是位于底楼 外面都围了围墙 所以遮挡了它的视线效果 导致这个房间很暗 我们去厕所看看 厕所的采光倒是你们家 最好的 对吧 最好的一个房间是吗 对 这个是干嘛用的 捞鱼的吗 捞鱼的 下窗 下窗 就在那个 他的那里跳 哦 哎 哦有人跳门 哎 下一个妈妈 哎你来了你来了 好了快去 快去 妈妈来了是吧 哎哎你好你好你好 我是百丽 你好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谢谢 哇妈你买这么多东西 这都是我王姐喜欢吃的 对未来儿媳妇好好 你妈对你媳妇怎么样 特别好特别好 哦哦哦 王姐你看家庭和睦就得这样是吧 是 就得马上要夸婆婆 真的特别好真的 因为我是知道之前你们这个谈婚论家 其实谈的特别好对吧 是 就是这个房子的事 对这个房子少了一点 那作为妈妈 你应该也很着急吧 着急啊 我没这个能力啊 就让他们自己 我一点继续的心也没有 因为都给外公看病都看掉了 我也挺亏欺这个小孩的 不是一定点亏欺 我也对他亏欺的还蛮多的 你们今天来了我很感谢你们 你们去看房子 我去弄点吃的给你们吃出来 我们就差厨房了 那你就去厨房准备我们也看看厨房 门都特别窄 对 小夏进得来吗 进不来 进不来 过来走 小夏 真的 果然是啊 怎么了 那很自然 没事 去忙吧 他就叫你一下 就叫你一下 好吧 拜拜 他真是过不来啊 这个多宽啊 你这有尺子吗 啊 哎呦 哎呦 奶奶在哪里 我们底下的蟑螂很多哎 阿姨你看到蟑螂好淡定啊 我被吓了一跳哎 这底都没办法好脏 蟑螂会飞进来 对啊 您还在上班吗 我现在为了外婆不做了 平时就是您过来照顾外婆 外婆这段时间身体特别不好 嗯 晚上您也会住过来 嗯 因为外婆他病很多 一三年的时候 长了四个字架 有时候走路一个的 都脚都拎不起来的 那以后就是 如果说他们 还有有宝宝的话 也是您过来照顾了 这肯定 嗯 我还想象不出 怎么样在一套四十平方的房子里面实现 三代人的居住空间 同时要满足以后会是五个人的居住需求 我觉得这次挑战真的是 非常的艰难 那你们忙着 我去那边看看 行 小心蟑螂啊 爱心 现在如果桌子要吃饭的话 你办公就是这样办了 挺不方便 这样做挺累的啊 对啊 这场景特别像过年时候东北捞磕 你再来一个火坑 完美了 哈哈哈 完美了 哈哈哈 还有个刀 豆 辛苦辛苦 妈妈辛苦 一二三四五五菜一汤有甜点 谢谢你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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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谢谢 这个饭我们希望吃的是团圆饭啊 你们希望不要当成鸿门宴 在这个空间里面需要睡觉 需要工作 需要会客 需要吃饭 所以这是一件就是很不可思议的事 狭小取簇的空间 一览无余的卧室 让夏妈妈对儿子的婚事 一筹莫展 这间住着外婆的婚房 到底还会面临怎样的生活难题 夫妻设计师决定 留宿夏家 继续体验 外婆睡哪 小夫妻总得有一点隐私吧 想奔奔啊 有点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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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点睡吧 外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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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好 没事 好 因为外婆晚上起夜 客厅是必须会穿过的 跟那个年轻人的生活是交叉的 然后会觉得非常的尴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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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 知道一些实际情况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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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柜子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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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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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做到那边去 还不如我这里一个空间大 你想我在那边我心里真不是滋味啊 当时汪杰爸爸带我去阁楼看的时候 其实我还是有一丝感动 尽管这个房间只有20平米 但是爸爸用自己全部的能力和他的爱 给汪杰打造了一个这样小小的阁楼闺房 原来爸爸最看重的 还是女儿在这个家里边 有一个独立的隐私空间 如何在衣饰户的房子里 打造出互不打扰的独立空间 夫妻设计师马不停蹄地开始进行改造讨论 她的面积小 不足40平米 夫妻需要独立私密的空间 老人需要养老空间 然后还要考虑未来宝宝的空间 我希望在我这个方案里 不浪费每一寸空间 就是尽量能做到更大空间的感觉 既要满足各自生活的私密 又要满足代际间的沟通 面对这些难题 经历了几个通宵的设计师 终于拿出了一个周全的改造方案 老屋也迎来了开工的日子 旧屋变新家 美好一触即发 公牛装饰开关 一开一关 遇见理想生活 我们的理想生活马上就要开工了 就要拜托两位 在开工之前 对未来生活有怎么样的期待 大声地喊出来 好不好 好 三二一 我们要结婚了 结婚了 好 委托人的婚事一直牵动着我们的心 为了尽快完成改造 体验员特地到现场查看进度 然而 现场的施工情况 却让他大吃一惊 当时我到了现场 我看到现场一片狼藉 而且没有一个工人在施工 完全停工 我非常震惊 所以我当时赶紧要把设计师找来 要问一下到底什么情况 现在问题就卡在这个墙上 因为要实现我们设计的这个格局的话 这个墙就必须得移掉 但是我们在拆旧的过程中发现 这个墙是砖墙 是纯砖墙 所以这个在理论上是有机会 通过加工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如果这堵墙拆掉 就会实现两时两天的格局 外婆和小夫妻都可以拥有 自己独立的私密空间 这堵墙也困扰了我很久 我也去过物业 但是没有找到原始图纸 所以不能确定这堵墙到底能不能拆 其实我们这一次设计师的方案 我非常喜欢 但就是因为一堵墙耗在这 时间这么紧张不能这么耗着 我们得赶紧想办法 只要找到老房子的原始结构图纸 所有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但因年代久远和保存不善 设计师和体验员虽然四处走访 最终却没能找到 为了验证方案的安全性 改造团找到了结构专家 他能帮助设计师解开心中的疑惑吗 包老师现在是这样 我们可能需要在这堵墙 它是砖墙 所以我们就想在这里开一个洞口 然后我们现在需要从这里加宽一点 就是开一个大概一米左右的一个门洞 您看这个方法可不可行 这个是这样 如果说它原来这里是有梁的话 那么应该说理论上 它是这个上面的荷载 可能是通过这个梁传递到这个下面来的 所以你要服务这个梁本身呢 可以已经原来情况是不是满足 结构专家包老师解释 这面墙体的上部为承重梁 如果梁下墙体是网状的钢筋结构 盲目损坏则会破坏承重 然而这面墙由砖体构成 底部的砖只起到支撑和填充的作用 量不动量不动 这个应该说是可以的 也是个方法 得到了结构专家的肯定 设计师如释重负 现场施工快马加鞭进行着的同时 设计师主动邀请双方父母 希望用一种特殊的方式 让汪爸爸提前看到女儿 未来的家 汪爸爸会满意吗 你们还做了一个模型 终于有设计师拿出实体模型了 很用心还是很良心的 在设计师巧妙的设计下 原来局促拥挤 生活护扰的衣室户 变成了两室两味的婚房 同时兼具客厅和工作区域 满足了全家的需求 最靠里面 就是这个房间 就是房间 然后包括这边一整块 都是他们的房间 以前外婆住的地方 现在留给小两口 对 他们有一个房间 然后有储物空间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 他们独立的一个卫生间 就是私密性 可以得到最好的保证 两房两味 对 对 这一堵墙是可以折叠的 然后就是跟空间 这两个空间 需要的时候是可以打开的 你们过年过节的时候 人比较多嘛 这是等于一房一位 那另外的一房一位呢 还有个房间在这里 这个房间可以坐到两个窗 或采光很好 出这个门 就可以进到卫生间这个门 就是很方便 我们还预留了一个 卡卡米的床 慢慢来的时候可以住 妈妈也有这个位置 对对 我们现在 非常期待 我们拭目以待 好不好 好 谢谢你们 辛苦了 谢谢 带着委托人对新房的盼望 改造在顺利推进 然而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 施工现场 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一幕 这个是什么样子 要进去的 对 这边就走了 乔要拿那个丘柳的 对 对 这个丘柳我们只在楼上的 你这个拿好丘柳去的 工队在哪里 我也走他的 他们工队在哪里 工队在哪里 不要做 不要做了 再做不要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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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里面 有工队 你是学乎真的是工队吧 是工队 你在工队 你这个也要好做 你个美餐结构好不好做的 你跟我说这么多的话 我也是按照图示 你那个美丽是该好改的 那你改 我们没办法 我们也走过去 你再也走我们也走过去 好吗 我们走过去 虽然改造方案 几经专家论证肯定 但下家结构的改变 还是引起了楼上邻居的恐慌 现场改造再起波澜 消息不进而走 越来越多的质疑 让施工现场 陷入重重困境 改造还能顺利进行吗 正好有些情况要问向你 有些事情 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 物业 剧委会 楼上邻居 现在每天都给我打电话 我们肯定这里有问题 要不然邻居不可能 天天盯着我的呀 但是因为你们邻居 不知道我们的施工细节 我们很多地方是找过专家 论证的是可以这么做的 我们还是恢复原样好不好 我也希望我们的二十几年的邻居 将来不要出现 种什么邻里不合的问题 我们可以舍弃部分的 我们对于空间的需求 我也很崩溃 家室房子将来改好了 我和汪杰两个人住进去了 但是我们两个天天 还是受到骚扰不断的话 这房子还不如改回去 你们真的考虑好了吗 现在你们要恢复原账 是你们住回原来的房子 你们俩还是睡客厅 实在是没有办法 我们也只能接受了 那你们能够接受这样的空间 干嘛要向节目组求助呢 我们虽然原来住的 确实不方便 但是如果还是 继续这样的改动的话 那会给我们未来的生活 带来更多的不方便 我们也真的是不想看到 现在也是很无奈 我们坦然接受了 这是一个令我们 没有想到的局面 改造即将完成 全家人却要求全部拆除 恢复原样 我心里真的非常沮丧 我特意花了几个晚上 帮他们做了模型 把他们家40平米的房子 变成了粮食两厅两味 这个方案对于他们家来说 非常完美 因为它能解决 他们家人生活上的所有问题 但是现在这个方案 没有办法实现了 在原本方案中 考虑到老人夜间频繁企业 设计师家外婆的卧室 一致靠近卫生间的北面 缩短了生活动线 南面的大房间被改为婚房 并增设了卫生间和工作区 彻底实现了小夫妻和外婆居住空间的独立 为满足家中会客的需求 设计师利用移动隔门 将原本狭小的客厅改为开放式的厨房 可同时容纳十人就餐 这样原本四十平的房子被打造成为 具有两房 两卫 两厅和工作区的婚房 我把从专家那里得到的安全论证和资料 都给他们解释过了 他们就是不信 但是这个方案真的能解决他们家所有的问题 我真的不想放弃 还是想再争取一下 面对史无前例的装修倒退 设计师濒临崩溃 他希望节目组出面协调 出乎意料的是 节目组的协调却引起了委托人 更加的反感和质疑 请问我想问一下大家 大家到底是哪一个公司的 我只一问信任你们 因为我真的是看到你们电视 还是在放这些节目的 也想问一下 就请问你们是哪一家公司的 我请你合同 我就问你 请问是哪一家公司的 尽管节目组极力协调 但在委托人的一再坚持下 设计师只能放弃原本完美的方案 全部努力 付诸东流 当时真的很崩溃啊 那个方案我们做了非常久 而且我们一致觉得 那个方案对他们来家来说是最好的 我不懂为什么我们的努力 他们却把我们放在跟他们对立的位置上 很多个晚上都是我们宝宝睡觉了 然后家宝在那边一个人在那边抠那个图 一遍一遍看方案 我很心疼他 让我觉得这件事情特别的没有意义 但是我们现在想了一想 还是想把这件事情给做下去 因为我们接这个活的初心 就是想让他们家生活变得更好 不管他们怎么想 我们想要做到我们自己的最好 虽然房屋被要求彻底恢复原样 但在设计师多次努力沟通下 委托人认可了新的设计方法 双方意见终于达成一致 紧张的工期内 所有家具要全部重新定制 为确保尺寸精准 设计师家宝 亲自飞往中山的定制工厂 进行沟通和确认 因为我们这个空间很小 就是我们选择家具的时候 必须考虑它的多功能性 我们需要做一个桌柜的综合体 然后这个上面的台面相当于一个桌子 然后下面我们可以放几个箱体的抽屉 这样说的话就是从图纸开始打板了 最多十天 我们这个硬装的改造上 就是局限性很大 但是无论如何 我还是想给这个小夫妻 一个更好的家 那尽力吧 但我不敢保证 与此同时 设计师小春再次邀请委托人 了解他们喜爱的软装风格 并精心挑选公牛开关 他是用了素素的工艺 温柔感特别好 跟我们这次的设计不符合 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改造 原本杂乱不堪的家 焕然一新 由于房屋面积较小 设计师以白色和原木色为主要色调 提升了空间舒适感 搭配的深蓝色 尽显现代时尚风格 为了扩大空间 设计师改变了原有厨房和卫生间的位置 重新规划后 入口处创造了舒适的玄关空间 让生活更方便 为了保证两代人间生活的互不打扰 设计师对原有格局 做了重新规划 外婆的房间被一致靠近入户口 和卫生间的北面 无论是白天出行 还是夜间起夜都更为方便 南面的大房间被改为小夫妻的卧室 两间卧室分别处于房屋的南北两侧 彻底实现了外婆和小夫妻 生活空间上的独立 考虑到房屋的整体风格 设计师使用了公牛爱眼LED筒灯 亮度高 光色均匀通透 光摔小 使用寿命长 双重防频闪的功能 时刻保障家人的眼睛健康 旧无变新家美好一处即发 公牛装饰开关 一开一关 遇见 理想生活 经过咱们的艰苦卓绝的努力 我们在无松炮台的这个房子受工了 这次我们如果把房子改得好 这婚事爸爸就同意 如果改不得不好 这个爸爸心里边还是有点打鼓 对不对 你扮一下不会吧 不会改得不好吧 不会 新家的钥匙就在我手上了 这是你们共同的家 来 交钥匙 谢谢 谢谢 来 给你个幸福之家吧 来 求千之喜 咱们进去吧 开开房子 进去 来 道歉 进去之前 我们还有一个礼物要送给你们 就是我们这个公牛装饰开关 送给你们的人偶 我们有一个开关 请你们现在在开门前正式点亮 那一起吧 一 二 三 好 一开一关 遇见理想生活 叔叔 阿姨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请 钥匙 你开吧 来 请进 哇 哇 真的 请进 好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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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喜欢的动作抢呢 好帅啊 最后你最喜欢的 好帅啊 好帅好帅啊 还有赵可以抢 好帅啊 以前打开门看到的是一个 他的一张大窗和一个圆桌 哈哈哈 现在完全不一样了 就很适合年轻人 然后很有朝气 对 那不行 其实干净了 先看这边吧 好 好 好 来 请参观 好帅 好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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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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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试试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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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帅啊 太漂亮了 真好看 这个妈妈应该是最激动的 是的 激动 这我下厨房很方便 之前我记得来到厨房的时候 我们就要下阳过来 下阳是侧着身子 对 进厨房的 现在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是的 这个厨房非常宽敞 然后它的进门的位置 离入口很近嘛 你买菜什么的 一进来就很方便 好棒 太棒了 然后这是那个单水槽的 它其实比那个双水槽的利用率更高 对 然后你们看到这个龙头 它其实是抽拉式的 还可以来出来 对 这样以后清洗更方便 好棒啊 对 然后这个阳光采光进来 就直接在这边洗菜 我觉得做饭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心情愉悦的事情 对 以后这个事情和你没有关系了 对 当然重担在你身上 这就开始表态了 是 继续 我们继续看下边的房间 继续 好期待 看看这个房间 往这里走吗 这样的 来 请进 那么个小房间 好 这应该是外婆的房间吧 那外婆 来 外婆 外婆 这是你的房间 真棒 真棒 以前这个是夏洋的一个大床 这是一张桌子 对 现在这个完全变成了外婆的房间 对 外婆的房间首先呢 因为它有一扇大窗 采光是OK的 然后这个房间放在这里 也是因为它离出口 离卫生间 离厨房 离客厅都非常的近 方便外婆活动 然后这个房间 虽然看起来很简单 那其实它也有一些隐藏的储物功能 秘密是在这张床上面 床垫翻开来之后 它那个床板再打开 那一侧也完全是储物空间 哦 而且还特意放那个双人床 如果 妈妈您来照顾外婆的话 这个我方便多了 对 你们就可以一起睡 好 你们是吃得好 这个房子正好 床边跟那个过道 都有通流的一个感应灯 只要老人走过 它就会亮 它又会有一个延时熄灭 30秒的功能 感应的范围也蛮大的 再加上它是冷光源 非常的环保 太周到了 是 那外婆的房间挺好的 那我女儿的房间呢 对啊 女儿的房间 女儿的房间 行吧 我们就满足一下老丈人 好不好 我们看看女儿的房间 好 女儿的房间在旁边 来 请 走 那我们去看 走 这是你爸爸最关注的一个问题 请进 看看你们的房间 哇 风景好大 看一下 怎么样 这个房间喜不喜欢 很满意 很满意 现在看上去量多了 这房间很大很深 看这房间 这我家女儿的一个小天爹 跟她夫妻的小夫妻两个人 比她那个阁楼的地方好太多了 好多了 好多了 你的床呢 床美了 床美了 床都拿去了 我们专门 我们专门请两口子设计师呢 给你们设计婚房 就是考虑到怎么样 最好的把日子过 对不对 所以他们的建议就是打地铺 地铺 地铺铺在这儿比较好 这没有床吗 我也想 你那结婚啊 拜托啊 来 床在我身后 床在我身后 这个是床吗 对 走走走 咱们来 拉开这个床 哦 哇 这个设计等于是 节省了一个空间 而且它操作非常方便 别看床特别大 其实很轻 汪姐你要不要一顿试一下 我来挑战一下 来来来 你试一下 感受一下 试试 加油 我来 然后心气一推上去 她自己自动就行了 不一定要铁上面 对 哇 好轻松啊 很方便 很方便 整个完成这个铁上面 他的铁上面也大了 对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 专门的电脑桌 对吧 因为我们之前看到她 她的工作都是打游击站 对 所以我们现在给她 固定设置的这个位置 是工作的一个区域 考虑到年轻人的生活需求 在夫妻的房间内 设计师特别增设了 男主人的工作台 再也不用担心 会打扰到作息不同的外婆了 这是夏洋的地方 那 王杰的地方 对 我就知道 这是王杰的一个梳妆台加工作台 这个板子打开 这里就是她的一个工作台了 这一打开是一家化妆会 哦 好大 好大 那我真的开好了 那最后咱们再看一下外面的这个阳台吧 这个是整个我觉得画腐朽为神奇的地方 我觉得好赞 好漂亮 走 有一种我来到了希腊的感觉 为了扩大空间 设计师将原本废弃的天井进行重新改造 玻璃一门的采用 不仅能够将阳光引入室内 还能够做到卧室空间的有效延伸 成为年轻人独立的休闲会客区域 你看这个轻轻按一下 降下来 这样就变成一个小桌台 慢慢升起来 对 然后就可以在这里喝茶了 这个真的挺棒的 好好好 我以为太够杂了 但我现在看起来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因为你知道我们要改造这个房子 不光是为了他们俩结婚 逢年过节 至少你看 一二三四五六 如果再来我们三四个客人 就十个人了 十个人在这个地方 坐下去好像有点困难 这些我们都已经考虑到了 现在就带你们打开聚会模式 好的 我们来看看 为了满足代际间的沟通 和大家庭聚会的需求 设计师特别设计了 可分合的隐形空间 巧妙地利用折叠隔断 创造出独立的客厅和房间 实现了小面积 兼容大空间的可能 我们为了这套房子 专门设计了很多可以变形的家具 然后是更大程度上的拓宽空间 特别定制的可变家具 不仅可以容纳食人同时就餐 满足会客需求 且操作方便快捷 收起时不占用丝毫空间 我觉得很赞 谢谢我们两位设计师 太辛苦你们了 王杰爸爸现在看到这个环境 愿不愿意把女儿嫁过来了 我是早就愿意了 虽然开始我们有一些质疑 有一些不开心的地方 但是我们今天站在这里 我们能感受到了 我们的设计师的用心 我觉得 对 我觉得我和王杰两个人 非常谢谢 感谢你们 谢谢 我能够感觉到你的激动 其实之前我们之所以决定要改这个房子 我们正是看到这个城市奋斗的这个年轻人 我们不希望他们的生活被房子给压垮 所以我觉得你们是特别幸运的 再次感谢我们的两位设计师家宝和小春 也祝你们婚姻美满好不好 谢谢 谢谢你们 我们也感谢你们 祝你们幸会愉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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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约定 还记得我们的约定 我比以前还更爱你了 连那风都笑我了 我想她会告诉你的 你会记得我们的约定 感谢新浪微博新浪娱乐新浪娱乐客户端 网易娱乐网易家居 凤凰娱乐腾讯新闻腾讯家居